我是唐又欣 新年快樂 很多人在平常肚子就會相當的不舒服喔 尤其是在過年之後 大吃大喝更加的腸胃不適 所以今天我要講你兩招很簡單的動作 一方面可以增加你的腸胃蠕動 再來也可以訓練你的側鞋腹肌 讓我們腰部曲線更漂亮喔 第一個動作是坐姿凝轉 它可以讓我們消化系統功能加強 交速腰部的曲線 吸氣的同時讓手往上 臀部坐穩 呼氣的同時把手肘推開膝蓋 兩手在胸前核實 讓脊柱再往上拉長 停留兩個深呼吸 左右各兩次 第二個動作滑船 可以幫助我們的消化系統功能 也可以增加側鞋腹肌的力量 吸氣的時候手往上 呼氣往左鞋後 吸氣兩手再把背打直 吐氣往你的右鞋後 吸氣兩手再往上延伸 吐氣訓練到你的左側斜腹肌 再來吸氣 吐氣換邊 記得左右各八次 這樣的話就可以讓我們的腰部曲線 更加明顯漂亮囉 我是瑜伽老師王菲 那因為我常態性有胃脹氣的困擾 那也是藉由瑜伽的明轉式的提示 去幫我改善這方面的毛病 所以我也是利用這些提示 去幫助許多學員在這一塊去做改善 我是瑜伽老師Gin 我會帶著我的家人做一些瑜伽動作 來消化一些我們過年吃的比較多的狀況 我在自己練習的時候 還會加上瑜伽療癒店 瑜伽療癒店上面有很多的尖凸點 可以刺激我們的穴道 幫助血諣宇環